我要让观众感觉你要抽一特牛逼的东西出来 明白吗 当然你突然抽一特 日本 第十五场四十八镜一色 先说好了 就在家下 这遗憾了 Jug 一般大佬怎么回 diet 这是控鼠翼吃饭的 借负几瓶 背活的 知道就好 我要去 唉 对这次演的这个痞子 个人造型上 也都是跟整个的那个戏剧 略夸张的那个感觉 也是统一起来 我的造型是一个 类似于西部牛仔 那种方向的一个造型 夸张我觉得还挺好玩 整个人物形象出来 几个人站在一起 反差拉得比较大 谁呀 这次就说是在人物特点上 说的可能还是山东话 你是哪来了 这次希望还另外再加一些 心理特点 那就把动作 就做得稍微夸张了一些 心体上还是希望 跟匹哥相符 让他完全卸下来 这个电影远起于一个机会吧 之前是广虎跟我说到 但是想做一个新的模式的 一个电影 算是一个尝试 下一块去了 全世界你最适合的几个当眼 我们的偶尔四变成了 第一是广虎导演 青春爱琼 什么三亚六百笔迷友 说了好久了 今儿和一条主角找花样女人在 新的模式新的尝试 希望这次自己 无论事情 整个系的制作 分拍戏的同时 会收获一些 这些是经验 也希望这部戏 倒是会能做好 能让大家满意 有一个好的结果 卖出个一千个大洋来 不一样的刘烨 不一样的张罕宇 不一样的黄波 不一样的喜剧类型片 大家敬请期待 明镜与点栏目